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上流攻略 今集我們又請了一位英俊的嘉賓 大家會不會在麥當勞可以見到你的樣子呢 有沒有人認得你呢 其實也有的 朋友的居多 但為什麼會走上麥當勞 因為寫blog 因為是寫blog 寫blog的緣故就是 因為有些麥當勞的媒體頻道 其實本身就是一些其他的公司 他們幫忙去控制 他們的朋友 他們發現我原來寫blog 寫了很多關於手機、玩具、男生的東西 他們覺得很有興趣 不如提議我可以把我寫的內容都濃縮一點 嘗試在麥當勞裏跟一些年輕人 或者適合這些口味的人分享多一點 其實挺有趣的 我想問一下你在麥當勞裏表現的東西都是一些文字 是的 沒有聲音的 沒有聲音的 一張相片有文字 就介紹一下 即是Rolla飛出來 是的 挺好東西 我經常覺得你在麥當勞那些場合 你現在預期有些動感一些 有些動感一些 有些動感一些 你純粹打一些字出來 都吸引到人 都可以的 因為以內容的重點為行 有時你坐在這裏吃著包 會沒有東西做 例子舉一下 最新版iphone4 最新手機 最新相機 就算有些藝術性的攝影展 其實我都會去講 其實最主要就是一些 我們這些年紀男生喜歡 現在喜歡的東西 那些就會吸引那番年紀 自己適合有興趣就會去看 都是吸引男生的東西 我自己的目標是男生 AV產品應該都是男士居多 但其實那些很難寫 是啊 我寫過就真的很難寫 全部都是知識的東西 是 寫得少又不行 但其實你知道在麥當勞 你只會短短的時間 看那幾十字或者一百字 所以變了就是 你不能夠寫得很長 很多的內容 你只能夠有些少的 新聞報道的形式 去短短的去介紹 Jonathan問一下 為什麼會有人邀請你 把那些聯絡放在麥當勞那部機 有沒有酬勞呢 那裡沒有酬勞 那裡沒有酬勞 但我想有人肯這樣放也好 我自己也有個Facebook聯絡 好像沒有麥當勞邀請 把那些Facebook聯絡放在那裡 其實就是因為過往這兩三年 自己Blogger這個身份 就叫做發展到幾好 不錯 就結識了很多不同的朋友 那他們就覺得 你有資本 你可以有資本 幫助手 他就會給你一個機會去幫忙 而其實Blogger這個身份 對我來說 對Blogger的身份 也不太了解 是否有一個revenue模特兒 可以找到食物 因為我都很會現實的人 其實Blogger 就真的沒有revenue模特兒可以找到食物 如果你穿其量 都可以說 如果你寫美容的 你會有很多 美容的產品寄給你家 給你試用 你會知道 可能有些 很多洗麵奶都會寄給你的 有些產品給你試用 對 但我聽說 是否在國內或台灣 就直接是有人 批評你們 這個 其實談論到就是 文化和文化的分別 香港就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風格 比較接近 就是美國 英國的正式記者的操守 他們是不會接受一些 錢的形成 但Blogger在香港 其實都會有禮物去接收 就是剛才這樣說 利益消息 對 像我以我為例 說說自己 例如我有興趣寫手機 其實都會有些公司 送一部手機給你試 但是這件事其實 真的不是多的 可能一年內 你可能只有一次 或者兩次這樣的機會 但你自己去寫Blog 你要去發展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個禮 多的時間 而且你要自己 都買了很多的玩具回來試 對 你要自己花錢 可能你有興趣去吃的時候 你要吃了很多很多餐 才會有人請你吃一餐 喂 純粹是興趣 對不起 是不是跟我們上流功能 那個主持有分別 我經常都說 喂 興趣當然好 喂 但我最主要說 就是 喂 找不到吃 因為這樣的緣故 帶動 帶動得到 你自己可能有其他的模特兒 例如 如果 以我自己為例 可能有些人認識了我 知道我有另外一個能力 能夠做到設計 或者做到一些製造的事情 或者做到一些和項目的事情 例如 原來我的人物網絡很廣 我對一些其他的朋友 業界裏面的朋友 例如 Focus下去手機 這個業界裏面我的人物很廣 所以我就認識了很多人 當有些公司需要做一些廣告宣傳的時候 可能他會找我 就有一個項目的項目 就幫他去維繫 然後或者 即是好像擴修 是的 就會在這些地方裏面 可能會有一個收入 但直接就不是的 這是間接的 但據我所知 你當初 剛才談過了 就知道 Joy芬你也有做一份政績 其實是的 那是你怎樣發展出來 然後剛剛好 可以接合到你這件事呢 其實 那個就會是一個 自己的基石 因為很多時候 現在很多 今時今日 很多年青人都說 原來你要發展自己的未來事業 是很困難的 那我自己的故事就是說 我最初我讀書 其實我不擅長的 我不擅長的 我讀到中午的時候 其實我畢業之後 就幸好有個機會 就進了一間建築設計的公司裏面 就是一間建築公司裏面 那我進去其實都是一個 叫做學師的形式 就是我一個紅褲子出身 就是要真的坐在那裡拿著一支筆 學習怎樣畫一條線去畫圖 或者想想怎樣去設計 一幢大廈裡面的一些 理由 就是建築公司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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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見證上 其實現在 你說你要去做一個 建築公司裏面 你要去讀大學 讀大學 讀大學讀了四年之後 你還要去實習三年 然後再考牌 考到一個職司牌之後 如果你要做一個 AP 你還要去讀大學 你還要去讀大學 再考多一個牌 那你整條路其實是很長很長的 但是 沒有辦法 自己小時候只顧著玩 純粹是中五畢業去努力 但是 學師的機會有了之後 其實那幾年 我就開始去讀一些 關於學習的東西 一些設計 讀了也有兩三年 學一些基本知識 就慢慢在公司裏面 其實是同一間公司 我想知道 同一間公司 從五到現在 同一間公司 幾年 十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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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堅持都是 我想 都幾重要 其實因為老闆很疼我 他會容忍我很多缺點 我問你老闆你這麼疼你 一定有原因 怎麼貪你英俊 以前就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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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是一個很基本的因素 是的 很記得現在有些年輕人都問我 你以前怎麼勤力 當你去法國 原來你每一次上班 你保持有一年時間 你每一晚都是 最後那班地鐵 最後那班巴士 才回家 那你就能夠 表達到你自己是一個勤力的人 是的 其實現在是有點膽怯的 不敢說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那個 這麼勤勁去做 我經常覺得人生不同階段 就是不同的做法 是的 其實你講這件事 令我想起一件事 現在時下 對不起 很多90年 十多歲的年輕人 甚至剛剛畢業的年輕人 他做事的時候 經常都說 對不起 我要講平衡的生活 你沒有理由 我開這麼多OT 我沒有了自己人生 我都不行 我想人生不同的階段 就是要有不同的投資 就是你頭頭的時間 就是工作的時間 尤其我聽你說就是 因為你說你再小時候 可能就貪玩 都放棄了讀書 所以你要追回那一段 追得很辛苦 追得很辛苦 你就用很勤力 就是開很多OT 來彌補這件事 或者追回這件事 是的 但為何開始開竅呢 就是有很多人是開不了竅 都要是叮一聲 突然有一天踢了你一下 不知道可能有一句說話 究竟是為何令到你那一刻 其實有時就是會發覺 當你對某些東西很厭倦的時候 特別你說去玩 其實對玩你也會有厭倦 很簡單一件事 我經常都說 若果你年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有個小鴨養叫做Tamakoshi 是的 你就拿著雞蛋在那裡 就在那裡按按按按按按 就說要餵牠掃地 掃走臭臭 然後又餵牠吃東西 養大牠 就是幾百元的 很貴的 小時候很貴 但有一年幾兩年時間 是香港很流行的 日本很流行的 我又去貪幹 那時又來買來玩 對呀養隊很有趣 但當有一天我發覺 我玩了三天四天的時候 其實我就發覺 其實你不外乎就是拿著一個電子產品 按了四下右鍵 然後再按三下左鍵 就等於養大了一隻叫做雞仔的電子東西 你覺不覺得自己很無聊 是 那我就發覺的時候 我就從這個點 我就開始去想我的人生 那我就說 究竟我是不是真的要去投入去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荒廢了我一個星期的時間 是 究竟我的人生是應該努力在哪些事情 那我第一個轉捏點就是在打機這件事 是 是 不再玩Tamakaji的時候 我就開始不再去怎樣打機 我就不再去怎樣看電視 我發覺現在很多年 成年少少的人都會少看電視 現在就可能是選擇一些有質素的看 然後我就繼而想 喂我不做這些 好像比較 就是來來去都是這樣的 可能是 是看電視的娛樂 然後我就繼而開始去想 那我不做這些了 那我究竟應該去做哪些是有意義一點 對自己的未來的前景 或者自己的 有興趣一點 或者可能改變到我的生活 改變到我的人生的事 那我就去發掘我自己有興趣 有能力 或者真的可以幫助到我成長的一些 不同的重要 我聽到這裏我簡直非常之認同 我那一刻丁 我也是打機的 是 因為 因為小時候打機 我們很流行玩RPG RPG role play那些遊戲 永遠一堆小朋友就打電話 因為小時候沒有什麼攻略 揭聊 怎麼玩 但是玩一些日文遊戲 不知道要說什麼 只是會在那裡打怪獸 日日在那裡打 喂幾個級別 日日在那裡打電話問 你究竟幾個級別 那你又要儲錢 在這個遊戲裡面 你有你的人生 然後我突然間有一下 真的中五中六到 打了十幾十個小時 見到他有個保障的 保障會告訴你 在這個遊戲裡玩了幾個小時 四十八個小時 我人生是花了四十八個小時 在這個級別 和儲錢 但為何我不幫自己 在這個級別 和儲錢呢 我那一刻就 咦 我發覺我是要做些事情 很感動 不過你這令我想起什麼 因為我自己喜歡古古的音樂 我就是想起中國人最老土 講的中瓜得瓜 中鬥得鬥 如果講彈琴 在中國最有名氣 彈得最好的 叫做Publicly Known 當然是囊囊 但是狼狼從小到大 被他爸爸逼著打他 就練十幾個鐘頭琴 所以他今天練到一首彈琴的神功 但是他就標案這件事 除了彈琴之外 他現在還比較商業化些 出來做很多廣告 商業化些 對不對的話 就觀點會獲得 不過你剛才兩個都講了一件 很煩心上的一件事 就是我每天對著Tamagogy在搞 就是我什麼關都過了 就是雞仔又長大成人 那有什麼得著呢 對於我個人有什麼得著呢 我想有時候我覺得 就不是在於有些人很糞便 說賺不到食物 沒有錢賺那件事 而是他對於你個人的成長 性格 腦筋 其實沒有什麼大幫助 可以說 是的 純粹是那個時候的少少觀能刺激 或者是消磨了時間 是的 我坦白說我現在有打遊戲的 但是的而且那個時間 就不會佔據了那麼多 我也有的 就是現在是選擇一些自己很喜歡的 就抽一個時間 整理得很好的 需要去休息 就是放鬆就做 對 就會去做那件事 也都玩的時候其實都很開心 都會很投入 我喜歡打 我現在最近NBA2K12 就在自己打 糟了 完全答不上去 哈哈哈哈 我們再說 我們再說回你自己 即是那一刻刺激了你之後 就是第五個時期 都是剛剛出來做事 剛剛出來的時期 其實最混樂 是頭兩年做事 你由一個讀書的生活 甚麼都可以 你放學就去打球 然後到你跳進去 就是你放工之後 你要回去公司做事 做事的時候 就真的做事 放工之後你才再想其他事情 但你是未習慣那個生活 也都不知道我做來做甚麼 我條路將會怎麼走 有多遠 其實很多事你都未想得很清晰 那時候就慢慢 即是你會 你會 即是放學工之後 就無聊了 其實打斷你一點 我想問 家裡有沒有給你壓力 其實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這個叫做是很好的 是沒有甚麼壓力 就算是 財政上也沒有甚麼 即是 不要說不需要 即是可能沒有特別的 很慘的要求 是你要做得很辛苦 你拿6000萬人工 要給3000也OK 這個不是正常的嗎 但我覺得有財政壓力 其實也是另一種推動 是的 你不敢打不到K 因為要努力賺錢 其實對於你的人 個人成長 大家不用想到這麼事 會經常覺得有財政壓力不好 現在大家一講到壓力 就可能會死人想樓 要跳樓 還未到這個程度 其實當時做學師 可以講到財政方面 雖然沒有壓力 但沒有壓力 是因為你爸爸媽媽沒有給你 就不是代表你自己是一個很富裕 很富裕 因為做學師 始終人工都是一個很低層 很低規的開始 其實可能 如果對回現在來講 可能你去一些快餐店做 賺到的錢 今天賺到的錢 當然 走一跌工資之後 和我當時做學師 其實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如果計算生活指數來計 比例的話 其實和那時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我初兩年都是這樣生活 但是 那時候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爸爸媽媽會教你 你要 刻苦一點 你要捱過這兩三年 學師的生活 有些人會比較鼓勵你 你就會 你雖然不知道再遠一點的前景是怎樣 但是你仍然 聽到這些聲音的時候 你會當這個指標 向這個地方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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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一直努力努力努力 那為何你不繼續考牌 做這個建築師 那不是很帥嗎 應該是光宗耀組 是的 是的 有想過這樣去做 其實我 頭幾年 有去另外外面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發覺 自己真的未必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讀書的材料 我唯有只可以在我學師方面 去不斷努力 去做好自己的位置 其實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關於自己的性格 因為自己的性格 比較喜歡百足那麼多找 我就玩很多不同的東西 當時其實那個年代 剛才也提到 我自己很喜歡手機 Gadget的玩具 那些男生的東西 當時我就去參與了一個 民間的一個 關於玩這些手機的協會 其實我去玩的時候 都是公司的同事介紹我去玩的 都是有些有趣的 但我去玩的時候 我就越玩去 越投入那個會的會模裡面 慢慢其實就變了我接手去搞那個 有會模這麼認真的嗎 是的 因為認真的 當你發覺原來那個會 你能夠召集到有幾千個 現在叫做摘纜 Gid Gid 好聽很多 他喜歡科技產品 你便發覺那個會 其實真的要有些正常的活作 那你就要有一些不同的東西 去維護那班會員的團結 是認真地去做 即是搞一些活動 是的 有很多活動 即是搞活動出來交流手機心得 是的 是的 人家速度約會 你又拿了手機出來 大家在那裡按 是的 我們要約會手機 但是其實這件事裡面 可能看似你純粹為玩 為興趣 但是我幸好 我是個組織的身份的時候 其實在當中我學習了很多 怎樣去維繫一個協會 你跟別人怎樣去籌辦一些活動 你怎樣去代人接物 處事 各樣的東西 其實在當中有很多經驗 你是學得到的 還有人物網絡 我都是從那時候開始去鋪排出來 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手機業界 電腦業界 或者一些其他打機 玩具產品的業界 一些公司的 現在的老闆 或者現在的高層 有很多都是這樣去認識回來 這個可能是有些比較 自己有些僥倖 亦都叫做開竅 你應該在人物網絡裏面 或者是你怎樣去學習一些新的 你不懂 是不是真的要讀書裏面 才能學得到的東西 例如管理上的知識 在這個時期裏面 其實就建立得很厲害 但是幾年前 都有十幾年前 你說這件事 令我想起一個很老套的理論 就是有時候 你做一件事的時候 衍生出來帶出來的效益 就是超乎上 超乎上 還有更加重要 我經常都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去看中醫 我的腸胃不好 給中醫摸完手之後 中醫會跟我說 陳先生 其實你的腸胃就沒有問題 你的肝不好 你的肝又不知 你的屈結又影響到腸胃 所以人生很多東西 其實都在一起 你說是一班手機協會 你講一下怎樣玩手機 用手機 但是你在做幹事的過程當中 其實認識很多朋友 也學懂一些管理技巧 我相信很多溝通技巧 搞活動技巧 對於你現在的事業 各方面 人生各方面 其實全部都有好處 是的 當時來說我更多心一點 就去搞了一些 側行業 為了興趣去搞去玩 你拿著手機 現在你就要去買保護貼 手機套 傳書線 那些東西 我就是搞那些東西 你是入貨回來賣 初頭是去跟一些 外國的廠商 跟他們講 大部分都是台灣 其實現在就大陸 去台灣的廠商 跟他們談 在當中也很好 你跟一些台灣人談 你要講國語 你就要去學國語 你不去做那件事 你怎會無緣無故去學國語 那時候九七都未回歸 然後你去接觸的時候 你就開始去學一些 商業的概念 商業模特兒 怎樣去 不懂就要看書 買書回來 問一下前輩怎樣搞生意 為興趣地去搞了 這樣的生意 其實就賺了一個小錢 賺了一個小錢的時候 其實就 你叫得第一桶金 都幾是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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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都是有兩個零的 當然地 是的 變了其實 這個會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從興趣發展 變成一個叫做半事業 因為始終都有一份工 去賺到一些小錢 幫到自己的未來現在的生活 因為大家都不用多說第一桶金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要明白 因為你沒有那個種的時候 你就之後很難再發展下去 Jonathan 你這樣說我也是很直接問你 你現在是不是有車有樓 叫做是 不是叫做是 不是叫做是 有就有沒有車 有車仔 有間小屋仔 有隻貓仔 是的 我想我們不是在這裏宣揚太重的物質主義 但是我們在Jonathan的故事 我想大家在下一個目的角度 去再詳細看看 就是如何從一個中五畢業讀書不成 這樣靠捱帶 但是自己的興趣 又扔著 又扔到生意出來 讓自己今天也有一個 我叫做基本的風衣足食 就是基本的條件 都非常之不錯 是的 好 我們下一節再來 好